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新冻冻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哈喽大家好我是甜食幽灵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新跳跳文学部 然后我们来载入游戏 我们上一次是玩到 对要分享第二次的诗给大家了 我们一样从优理开始吧 好可爱 哇有一种好几天没有见到女朋友的感觉 我们来看看你今天写了什么吧 有里面带惊讶地看着诗 你喜欢她吗 亚基 这首比昨天的还要好 你是怎么这么快上手的 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你哪些值得练习的技巧 可能原因就是这个吧 你解释得很清楚 而我也想要试着加入更多的异象 有里明显地吞下了口水 甚至她的双手也开始出汗了 我 我不是很习惯这样 嗯 习惯什么 我 我不知道 没关系 慢慢来 有里 深吸了一口气 整理着她的思绪 我知道有里喜欢在说话前 先思考 所以我 我 冷静不下来 所以我也给予她应当的耐心 嗯 就是像这样被表扬吧 哦 好可爱哦 听起来可能很蠢 但是 看 什么 但是看到有人因为我的写作而感到激发 这让我觉得 很开心 你是在说 你是在说 你过去从来没分享过你的诗吗 有里点了点头 真的吗 不敢相信 我 我真的 只会写给自己 而且 除此之外 我的卷舌啊 救命 大家 只会嘲笑我 你 真的这么想吗 有里 再次点了点头 嗯 即使是你的好朋友 有里 没有回应 不知道是为什么 总之 你愿意和我分享你今天的诗吗 好 我想 如果是 你的话 好 来了 又是难看的 不是难看 嗯 美丽的字体 令人看不清楚的字体 The raccoon 王胸 是那个吗 僵尸那个 raccoon city吗 呵呵 It happened in the dead of night while I was slicing bread for a dirty snack. My attention was caught by the scuttling of a raccoon outside my window. That was I believe the first time I noticed my strange tendency I gave the raccoon a piece of bread.My subconscious will...AWOME? Wel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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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 have the consequences. Well...Aware! 啊 好 i give the raccoon a piece of bread my subconscious well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well aware that a raccoon that is fed will always come by for m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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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c p I become excited on perhaps I am projecting my emotions onto the newly satisfied animal You get it? The raccoon has taken to follow me.You could say that we've gotten quite used to each other.The raccoon becomes hungry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So my bread is always handy. Every time I brandish my cutting knife,the raccoon shows me its excitement.A rush of blood,crossing phantom,conditioning,I slice the bread,and I see myself again.I'm sorry. 碗熊,對。死即的夜空下,我切著柔軟的麵包。此時,碗熊現身窗外,那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有著不尋常之癖。 我將影片麵包給了碗熊,儘管知道後果,儘管理解這會引那碗熊再次前來。 上一次是不是有個類似這樣的字不會念?這是來。 呃,刀鋒上的閃光便是……這什麼字啊? 預兆嗎?呃,麵包,那飢渴的好奇。碗熊即是我的衝動。 小刀的光輝在升起的月下,越發閃亮,越光神似那碗熊的眼神。我再次切開麵包,新鮮且柔軟,碗熊隨之興奮,又或者只是我心情的投射。 如今,碗熊已與我如影隨行,或者說我倆已互相守勢,我的麵包隨時在手,以應付碗熊越發嚴重的暴食。 碗熊隨著五動之刀風歡……歡……我不知道怎麼字。呃,應該也是興奮的意思啊。 因為它英文那時候也出現第二次的興奮。呃,每當我一次次劃開麵包,如同制約反應般的廢血,宣誓著我的存在。 呃呃,夭壽哦。呃,呵呵呵。 比起昨天那首,我在這首詩上更大膽的一些。呃,看得出來。 它隐喻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身的問題,但我完全想不到這首詩的主題。 嗯,說得沒錯。 它更加接近我偏愛的寫作風格。 將詩詞作為畫布來表達生動的意象,並透過他們傳遞感情。呃,如果只是看表面的話,我都不清楚它想要表達什麼了。 嗯,那個……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 我想表達的是我沉溺於我那不尋常喜好的感覺。 那些東西在平常只能深藏我心。 因此我有時會很享受寫到這些東西。 你……那麼為什麼你要把那些藏在心裏呢? 因……因為……很尷尬。 而且大家會取笑我的。 你沒有類似的愛好嗎,Yagi? 呃,那個……我想……我也有吧。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那樣的小愛好。 我們能做的就是尊重彼此,以及我們……啊…… 我們能做的就是尊重彼此,以及我們各自的個性。 雖然有時候會比較難。 有些事情也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但畢竟是那些…… 畢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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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畢竟要是我沒有學會接納自己的怪異, 我可能早就會討厭自己了。 我……我好像有點在胡言亂語了。 你能耐心傾聽真的是太好了。 你擅長很多東西。 寫作、傾聽。 像你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Yagi。 呃,這有點太誇張了吧。 這只是我的感覺。 我從來沒想過我會…… 對分享自己的文章感到如此安心。 不過現在,我感覺我似乎變得很期待。 這是個……美好的回憶。 而你……就是我要感謝的人。 這……這沒什麼啦,真的。 呃,變成我在解發了。 尤里真誠地對著我微笑著。 而那麼一瞬間,她的羞怯似乎消失了。 我給下一個人。 那就給…萨奕莉吧。 喔!? 我喜歡這首Yogi。 這裡面也有很好的情感。 啊,這一次好像那個…… 萨奕莉的部分好像也跳了不少對不對。 啊,我很高興你喜歡。 我意思是说 他比昨天还要更好吗 让我想想 我不知道 我想我两手都喜欢 你要知道 这话可不太有 有注意啊 那个 我不是很擅长辨别诗的好话 不过那就是为什么 我都直话直说 如果他能触动我的话 那他肯定是有好诗 我不确定实际上 是不是这样运作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想表达情感上 也是写诗中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是吧大概 老实说我从一开始 也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写作 嗯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试着想想呢 啊 你是想为我想点什么吗 真贴心哦 嗯是啊 但你永远都在想着别人 你应该三不五时想一想自己 不然的话 你最终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受伤的 哎 那个 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但我会尽量记得的 嗯 好吧 随便你了 总之 让我想想 嗯 我想 我喜欢 我喜欢 开心的诗 等等 我 我有时候也喜欢悲伤的诗 有时候喜欢 两者都有一点 有个词是形容这个的是吧 是哪个词呢 苦乐参半 没错 我喜欢开心的事情 也喜欢悲伤的事情 开心与悲伤的 我没法想象你会 喜欢悲伤的事情 萨尤里 嗯 那个 我更喜欢开心的事情 不过 有时候 当你心中有一小片乌云时 一首悲伤的诗 就能给这片乌云一个小小的拥抱 然后就形成一道 漂亮的开心彩虹 萨尤里 这段话 出乎意料的有诗意啊 诶 是吗 可能是我越来越善于 表达我自己的感受了 谢谢你亚鸡 那我现在要去把那段话写下来 你可以读我的诗了好吧 好来吧 bottles 瓶子 I pop off my scalp scalop like the leaf 等一下 like the leaf of a cookie jar 我把我的头盖骨打开 就像 饼干的 饼干罐的盖子一样 等一下 是头盖骨吗 看一下 看一下 对啊 哇嘞 好恐怖 it's 我没有办法正视了 怎么办 没有办法正视他的诗啦 it's the secret place where i keep all my dreams little balls of sunshine all rumbling together like a bundle of kittens i reach 他的r跟e有点太近 i reach inside with my thumb and four f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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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pluck one out it's warm and tidy and tingling 我念错了对不起 ting tingling but there is no time to waste i put it in a bottle to keep it safe and i put the bottle on the shelf with all of the other bottles 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in bottles all in one row my collection makes me lots of friends each bottle a starlight to make ?! e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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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是什么字啊 a m e em amance 不太确定 ah sometimes my friend feels a certain way down comes a bottle to save the day 诶 这次他们都写好长是不是 二次一会一会儿 我有一天就会把这些人集大化 不要这么大 一会儿 我会对三次伯 Zap 我把这个物品放在窗外 不 dormir 我有一天就会用这些人 我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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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一000人 我一有点 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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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 为什么用饮啊 好奇怪哦 在他们来的时候吗 In they come in such a hurry Do they want my bottles that much? I frantically pour them from the shelf One after the other Holding them out to each and every friend Each and every bottle But every time I let one go It shatters against the tile between my feet 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happy thoughts In shards Do睡片的意思 All over the floor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for my friends My friends who aren't smiling They are all shouting Pleading something But all I hear is echo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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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Inside my head 这一首前面就是很开心吧 后面就有点难过了 瓶子 我像饼干罐的盖子一样撬开我的头 你看超恐怖的 这是我存放一切梦想的地方 阳光小球像是猫咪般窝成一团 我伸出手 用拇指和食指挑了一颗 它既温暖又惬意 但没时间浪费了 我把它封存在瓶中 摆满瓶子的架纸上 摆满瓶子的架上收藏又多了一个 开心的快乐情绪快乐情绪 它应该这边应该不算是情绪 它应该是 它英文是用happy thought 所以就是 开心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些想法也可能包括是情绪 或者一些idea 或是发生什么事件 就是或者是回忆等等的那种事情 都包括在内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 中文翻译的话可以用不同的 就是它这些thought包括的东西 去揣摩它的thought包括的东西 然后写出来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 而且其实随着怎么讲呢 随着你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你同一段话里面同样的字 最好是不要出现太多次 我这边指的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thought这一个东西 它可以用其他字来替换 例如像是idea emotion feelings 就是那些的 这样子才会比较有多元一点的 比较不会让 就是一直很repetitive 一直重复重复的感觉 对 所以快乐情绪快乐情绪快乐情绪 在评中排排座 我的收藏带给我许多朋友 每个瓶子里都有旧属星光 当有朋友伤心欲绝时 就用其中一瓶来拯救 夜复一夜更多梦 朋友盆来有趣更多瓶 我的手指越跳越深 就像探索黑暗的洞穴 寻找角落与裂缝中的秘密 挖呀挖 擦呀擦 scrip 他不对 他应该 scrip应该是指 就是把 不算是查 而是把一些 像是你挖果浆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旁边瓶子的边缘 然后把它刮起来 那种感觉 就是指说他一些 就是开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已经挖到越来越深了 要甚至要用刮的起来 才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边不应该用擦 应该用刮吧 我吹去瓶盖上的灰 似乎时间并未流逝 我那空荡荡的架上 应该还有更多 我的朋友 透过上锁的前门 瞧呀瞧 朋友们蜂拥而入 就在我准备万全的插挪 形式而匆匆 他们真的那么渴望我的瓶子吗 我疯狂地取下瓶子 一个接一个 将它们分给每一位朋友 一个不弄 每一个瓶子 一个不弄 但每当我松手 瓶子就在我脚边粉碎 快乐情绪快乐情绪快乐情绪 在地上碎裂成花 他们是我为朋友准备的 未陷入低潮的朋友 他们全部在私后 在抱怨 在恳求 但我听到的只有回音 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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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边用三个就够了 四个 他演完要用到五个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响彻在脑海中 对啊他这边 我觉得这个echo很多 因为他前面有 就是他们在叫 在pleading something 然后这边在echo echo echo就够了 对 我自己觉得啦 我的天啊 Saioli 这真的是你写的吗 对啊 跟 跟昨天的 对 他那个差太多了吧 昨天是写早餐欸 救命啊 进步神术啊 当然是我写的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 我要写出最棒的诗吗 是啊 但是 我是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能从你的手上拿出 拿到这样的一首诗 Monica教了我很多东西 而且我最近情感很丰富 我看得出来 简直有点吓人了 吓 吓人 好吧 准确来说并不是 大概是我太习惯 你一直给人欢乐的感觉 算了 别在意 我有点想过头了 重点是成果还蛮不错的 你应该为此感到自豪的 嗯 谢谢 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 要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 它甚至让我对自己的情感 有更好的理解 写作就像魔法 你已经对此有了相当大的热情了 对吧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 是啊 写作最棒了 我要一直写到我死为止 别想太远了 萨尤里一直有个三分钟热度的习惯 通常做事不超过一个礼拜就会放弃 不知道 这也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 不过 从她眼里的热情看来 我也很难悲观的去看待这件事 好 下一个就给 我们就这次让部长压轴吧 我们就找下树 我更喜欢你上一首诗 真的吗 哦对 这一次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下树在跳了 对不对 因为我尽量没有选到可爱的字 是啊 我能看出你在这手上大胆的一切 但你的能力还不足以让你这么做 它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 嗯 你说的或许没错 不过 我只是想要尝试不同的做法 我还在摸索这一切 我是说 我一直都喜欢那些没有努力过头的事 我讨厌人们试图用脑人 而且复杂的词句 让文章显得更华巧 只要做到简单可爱 抓住重点就好了 用力对那些扑朔迷离的废话 声韵颠倒 但我已经看穿这种把戏人 哼 让你的读者需要如此费力的寻找深层意义 只不过是对于毫无意义的一个借口罢了 嗯 我想这也是一种看待方法就是了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不过我的观点就是最好的观点 我敢肯定你已经明白这件事了 嗯 总之 这是我的诗 也许你能从中学习到什么 Amy likes spiders Amy喜欢蜘蛛啊 You know what I heard about Amy Amy likes spiders Icky wiggling hairy ugly spiders Icky wiggling hairy ugly spiders That's why I'm not friend with her Amy has a cute singing voice I heard her singing voice I heard her I heard her singing my favorite love song I heard her singing my favorite love song Every time she sang the chorus My heart would pound to the rhythm of the words But she likes spiders That's why I'm not friend with her One time I hurt my leg really bad Amy helped me up and took me to the nurse I try not to let her touch me She likes spiders So her hands are probably gross That's why I'm not friend with her Amy has a lot of friends I always see her talking to people She probably talks about spiders What if her friends start to like spiders too That's why I'm not friend with her It doesn't matter if she has other hobbies It doesn't matter if she keeps it private It doesn't matter if it doesn't hurt anyone It's gross She's gross The world is better off without spider lovers And I'm going to tell everyone 这一次有比上一次好吧 它最后一句都是一样的 这样更凸显了这一次的主题 大概是这样啦 差不多啦 而且最后面也太讨人厌了吧 打笑报告 爱米喜欢蜘蛛 你知道爱米的小秘密吗 爱米喜欢蜘蛛 黏乎乎鬼祟祟 毛茸茸又丑八怪的蜘蛛 所以我才不会和她做朋友 爱米有着甜美的嗓音 她会唱我最爱的歌 每当她响起旋律 我的心跳都会跟上歌词的韵律 但她喜欢蜘蛛 所以我才不会和她做朋友 有次我摔伤了我的腿 是爱米扶着我去保健室 我尽量不让她碰到我 是吗 是她扶过去的哦 哦对 嗯 她喜欢蜘蛛 她的手一定也是毛茸茸的 所以我才不会和她做朋友 爱米有很多朋友 我总是看着她与别人聊天 她一定是在讲蜘蛛的故事 如果她的朋友也开始喜欢蜘蛛呢 所以我才不会和她做朋友 她有别的爱好那也无所谓 她想保持秘密也无所谓 她不会 这边的她应该算 不应该是女生的她 因为前面用It 所以应该是指蜘蛛 所以应该是动物的她 或是对动物的她 她不会伤人 根本无所谓 蜘蛛毛茸茸的 她也毛茸茸的 这边应该算要写恶心 可是而不是毛茸茸的 那种感觉吧 嗯哼 你看狗毛茸茸的 还不是很可爱 世界没有蜘蛛爱好者会更美好 我要去告诉所有人 超级告密者 还不错对吧 比起昨天的手要长多了呢 昨天那手太短了 我只是在热身而已 希望你不要误会那是我的极限 哦不 当然不会 不管怎么说 这首诗的主旨还挺直白的 我都怀疑需不需要我来解释呢 有时候你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复杂的事情 而且这样可以让大家意识到他们一直以来有多笨了 比如说 所有人都认同这首诗的主题应该是个愚昧的笨蛋 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当然啦 这首诗就是关于大家如何看待我的 这不重要 关于什么都行 我写它是为了容易让人感同身受 所有人都 都会有一些 我今天是这次讲爱好了是不是 所有人都会有某种古怪的爱好 或者是一种带有罪恶感的娱乐 某种你害怕别人发现之后 会因此遭到取笑或是看清你的东西 这 但这只是让人变得愚蠢 只要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并从中获得了快乐 谁会去在乎他们喜欢什么呢 我太早生气了 我觉得 人们真的需要学会尊重他人古怪的爱好 真有意思呢 优理今天也写了类似的东西呢 什么 你刚刚说优理 呃 是啊 她的诗 她说她的诗是关于自己一个不寻常的爱好 我不是很能理解 不过她跟你说了差不多的话 人们不应该让彼此因为这些而感到不安 真的吗 那个 我是说 优理挺古怪的 所以我毫不怀疑她会有些古怪的爱好 不是说这样有什么不对哦 嗯 不是说我会批判她什么 下手开始语无伦次了 这么快就过半个小时了 好快 呃 对自己的古怪行为感到不安的话 我是说 我 我一直都很讨厌那些让我感到不安的人 而优理昨天就让我感到不安了 不过 从你的话来看 她似乎学到教训了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 即使她的写作风格和你大不相同 我也敢肯定说她会喜欢你的诗里的 诗里想表达的讯息 毕竟那是我最擅长的 除非能从中传递一个好主旨 不然我都不喜欢写作 那就是说传递情绪很重要 但我想要让人们思考 而不是单纯的感受 记住这点 我也会为明天写一首好诗的 所以敬请期待吧 诶 我们是莫妮卡了 好快哦 那不然再把莫妮卡看完吧 嗨 又见面了亚基 写得怎么样哦 呃 还行吧大概 我来看看 只要没有越写越差就好了 我都会为 我都为你的努力感到开心 也许你很快就能写出一篇神作的 呵呵 我就不指望了 谁知道呢 who knows 嗯 想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写的东西吗 嗯 当然 来 我把我的诗递给了莫妮卡 没问题 这首诗不错 它感觉就像你不仅仅对自己的风格更加得心应手了 而且异象也比我上次读到的那首要好呢 我只是有些疑惑 你是不是从优历的写作风格找到了灵感呢 嗯 我想试吧 你无法否认他真的很有天赋 是的 完全没错 我觉得他的诗是最浪漫的 这是形容他的诗最好的方法 当他拿起笔诗 他完全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也注意到这点 或者是他谈论到文学的时候 我心中就像打开了一盏灯一样 嗯 难过的是 很难和他有太多私人的对话 相信我 我已经尝试过了 谁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你不是指那种不好的意思 不 当然不是 我只是说我希望他不要那么封闭 不过你那样的保护他 你肯定相当的喜欢他 你完全误会了 冷静冷静 我只是在开玩笑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也很确定他已经有个男朋友了 诶 等等 真的吗 是啊 不过是个虚拟人物就是了 莫妮卡悄悄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 这只是一种直觉 不过 嗯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 哦 其实我知道 我只是说说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你现在想读我的诗吗 我还挺喜欢我这次写出来的成果 所以希望你也喜欢 好啊 那我们来看看吧 save me 揪揪我 the colors they won't stop bright beautiful colors flashing expanding piercing red green blue and endless 是什么字啊 cacophony cacophony of meaningless of meaningless noise the noise it won't stop violence grating waveforms 这是Q吧 squeaking screening screech screeching piercing piercing是恶環吧 就是那个 穿洞的 那个 shine cacophony tangent like playing a chalkboard on a turentable like playing a v-i-n-y-l-o fin winian on a pisa crust an endless poem of meaningless load me 这一个load me 是什么意思 save me 色彩 永不停歇 明亮的 美丽的色彩 闪烁 扩张 穿透着 piers 你是穿透吗 还是还有另外 对对对 差不多 抱歉 红色 绿色 和蓝色 没镜头的 不和谐的 无意义的 啊 那个是 harmony 不是 不是 对不起 可是类似的意思啦 无意义的噪音 噪音 永不停歇 狂乱 刺耳的波形 低语 斯明 穿刺者 正弦 云旋 正切 像是在转盘上 摩擦黑板 像是在 面皮 像是在 面饼上 放着唱盘 无尽的诗 毫无意义 Loath me 嗯 这首诗比你上次写的还要抽象对吧 我想这就是我写作的方式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很抱歉 不我没那么说 只不过我是我从前没有见识过的东西而已 我喜欢在诗池上布局 我喜欢在诗池 我喜欢在诗池的布局上做文章 选择在何处也何 何种方式间隔词语 可以让整首式的氛围变得完全不同 就像魔法一样 我写 我这种写很多短句的写法 它们就像是要盖过噪音似的 嗯我明白了 不过我还是很难理解这首诗的主旨是什么 有时候 询问一首诗的主题并不什么并不正确 一首诗可以像情感恩的物理表现一样抽象 又或者和读者的对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诗都是关于什么东西的 总之 以下就是莫妮卡的今日写作小诀窍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别忘了储存游戏哦 好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会改变主意 或者什么时候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等等 这件事关于谁做的诀窍吗 我到底在说什么啊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建议 感谢聆听 好了各位 我们应该都读完彼此的诗了吧 今天要商量一些事情请各位坐到讲台前 等一下我们先储存好了 雪原季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下一集就是来讨论雪原季的事情咯 好先存档 如莫妮卡所言我们来存档吧 他这次可以存很多耶 所以存到第九页好多哦 好啦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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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 好啦那么我们这一集要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一集就是关于雪原季的讨论咯 终于有高中生日常生活的感觉了呢 好啦那么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甜食幽灵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